我需要的是给你们提供治疗 主要是给你们争取到医院 争取床位 其他的都解决不了问题 用勇气去面对这个疾病 您在支撑 我们在努力 我们解决您的事情 您不辛苦了 我们也就不辛苦了 谢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好 再见 眼前的这位社区书记名叫黄恒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两部手机 不停接打电话 帮助社区9000位居民解决各种问题 而他来到这个社区 被任命为第一书记 仅仅10天 2月7号下午 中心社记者在武汉市 红山区洛南街 红洛社区采访了黄恒书记 他介绍 自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原来的社区工作人员中 有一名被确诊 三名出现发热 其他人员则为密切接触者 按规定需要全部隔离 因为有一名同志确诊 立刻就将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进行了隔离 这是按要求来的 14天隔离 就导致这里面 所有大门关闭了 关闭了之后 就引起了居民恐慌 这个时候急需要把门打开 急需要把工作直起来 由于社区所有工作人员被隔离 导致整个社区遭遇停摆 此时 在洛南街办事处 党政办公室工作的黄恒 主动向上级请营 让停摆了近两天的红络社区 重新开门工作 可以这样说 我们对社区的工作完全不了解 包括怎么和居民接触 都不是很懂 有很多居民上门来 我们一开始都有点懵 就是给他们骂 等他们解气了 我们再来给他解释 再来安抚他 黄恒发现 尽管自己在街道工作已经13年 但非常实气的社区工作强度 超乎想象 一上任 黄恒立即开始处理积压的工作 逐条整理诉求 逐个解决问题 手拿两部手机 守着一部坐机 每天黄恒都要接打近300个电话 好在这几天 洛南街办事处其他部门 陆续来了三名工作人员 协助处理社区事务 现在最让黄恒担心的 是居民家中生活用品不足的问题 就是说从我们过来之后 慢慢的居民都知道不出门了 不出门了 目前就是在接电话协调救治 然后安抚情绪 但是这之后我很担心的就是 居民家里生活用品不足 目前我只有一名同志在不停地跑这个事 但是他一家一家 对这里面有不熟 现在很多地方都疯了路 然后组织居民在这里 在堆满菜让他们拿呢 我又担心交叉感染 黄恒说从2月2号开始 就觉得自己身体不太对劲 一跑动起来 心脏就感到剧烈跳动 后腰还疼得钻心 原来这一忙起来 就忘记了自己的老毛病 腰椎金盘突出 实在难受时 他就蹲着安排工作 或者躺在社区办公室地板上 接打电话 抽空去社区医院检查时 医生给出初步诊断结果 脊柱压迫神经 心脏供血不足 需要静养 但是黄恒知道 此时的社区一天都离不开人 9000位居民需要他的帮助 我们这一群从街道里面 派下来的同志 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堡垒给他顶住 后续工作人员 14天一到就都会回来了 我们愿意到时候 给他们打下手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